五時無刻掌握世界脈動 中天新聞 在頒獎典禮上頭嚇傻了 就是歌手蕭敬騰跨界 主演電影第一部 殺手歐陽彭哉 馬上讓他拿下了香港金像獎 最佳新人的獎項 不過大概完全沒有預估 自己會得獎 蕭敬騰上台制裁 不但緊張地平平摸肚子 講話語無倫次 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頒獎來最佳新演員 得獎者 蕭敬騰 歌手跨界演戲 蕭敬騰憑著殺手歐陽彭哉 拿下香港金像獎最佳新人 大概沒料到自己會得獎 上台致詞時 不但緊張地平平摸肚子 講話更是有點語無倫次 很緊張 因為 不知道是這樣子的 感謝 感謝 感謝一切 美好的一切 謝謝平穎 謝謝 曾爸爸 謝謝 一切 的一切 美好的每一天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 下了台後到後台接受訪問 蕭敬騰似乎還是沒有回過神 講話超簡短 審話一哥再度上身 很不錯的感覺 很不錯的感覺 然後 很開心 那有沒有誰你想跟他合作 誰 都想啊 很多啊 嗯 事後 蕭敬騰說其實根本不記得自己在台上 到底講了什麼 腦袋是一片空白 而他也是繼舒淇 周杰倫後第三位拿下香港金像獎 最佳新人的台灣藝人 轉請我們向李振華祝福了